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次都教大家講食材客家話 忘記教大家講一些器具的客家話 像這個R就是鍋蓋 待會兒我們把它蓋起來稍微悶一下 鍋蓋客家話就是叫做 記起來喔 先來把我們薑片來做爆香 三哈倫我要把我的 再把它炒出香氣跟味道來 那接下來呢 我順便教大家講一個形容詞 就是鹹鹹的 因為這個形容詞有點可愛 這一定要教大家 就是叫做 好 我要把我的這個鍋蓋 不要滴肚火 我要調我的醬汁的部分喔 加一點點醬油 然後呢再用米酒 讓它稍微的嗆一下下 稍微的燜一下收汁 用鍋蓋蓋住燜一會兒 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客家的句子 就是 待會兒就可以上菜囉 到底我們的蘇莓醬燒雞好不好吃呢 今天要請兩位大哥大姐幫我們品嘗看看 因為我們今天有教觀眾朋友講客家話 像我們形容客家話說 鹹鹹的 鹹鹹的客家話講出來就是 含醬油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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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師父母要不要幫我們吃一次 含醬油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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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好厲害喔 哈囉...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學到這道菜 你們喜歡吃嗎 但是重點客家話 要不要把它記起來呢 沒關係 我帶大家來複習一遍吧 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 鍋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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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個呢 來看到就是 鹹鹹的 含醬油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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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個 我們來學到一整句話 來看到 用鍋蓋蓋住燜一會兒 用鍋蓋蓋住燜一會兒 用鍋蓋住燜一會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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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棒喔 好 大家加油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